Hello 大家好 我是力奇 早幾天就開了個大天狗降臨 其實我這星期就不在家 我就迫著用iPhone錄音 為了清一點 免得用電腦的麥克風就不太清 我用火追來打 第一關 究竟殺哪一隻呢 順序由由至左 即是那個布林 接著吃人魔 接著再打忍者 為什麼呢 其實忍者是打最少的 所以一定是留在最後的 而且為什麼先打了哥布林呢 因為哥布林的彈數比較短 即是每兩彈打一下 最重要是先打 因為這隊的回復力其實都不太高 都危險的 即是沒有兩三彈珠 沒有兩三彈回復一次的回 其實都沒有什麼 都回到很少 你看看現在兩彈我都回三千多 所以很少的 還有哥布林的盡快殺 真的盡快殺 一定要盡快殺 一千四百的 那就自己預算這個 有這個血數 所以我就是 不要給哥布林打太多血 想補回一些萬五血 或者以上的血量 最重要是補回這個 因為忍者是每一彈打的 那就自己小心一點 對啦 還有這個打中間的食人魔 最近他一進了草屬的話 就可以基本上開太坦的了 因為你自己的 我水波就兩個減端啦 或者你可以升上自己的水火的食人魔 水草那隻 不是水火的食人魔 可以減四端 變相一進場 其實滾一端就已經有太坦了 不過泰坦呢 我就會留回打食人魔中間的那一隻 而有哪一隻 最重要是你儲一下豬 再兩三匹一次過打 那就會大力很多 就是這樣啦 因為 其實這個攻略流程 其實就火辣 第一關一定要儲到火辣 第一關一定要儲到火辣 如果你減四ターン 即是儲六ターン 如果你減兩 即儲八ターン 如果你沒有skill boost 就是要儲十ターン 就是這樣簡單 第一關一定要儲到火辣 因為第二關要用的 第二關那個 奔姬呀 貓貓呀 那些都要用的 那 至於說 為什麼第二關要用呢 那其實 因為水那隻 河童呢 就會封火的 這下就要小心點 所以我就會帶火辣 因為大吉利是 如果你沒有豬的話 其實很嚴重的 還有你沒有轉朱記 那時候如果沒有轉朱記 那時候如果沒有轉朱記 就很嚴重的 那剛剛火辣做了燈 那就可以 走得了 可以走得了 那之後 那之後 要不要洗豬 之類的 那其實就不用的 那最重要的是 你第一關一定要儲到火辣 第二關 毫不猶豫開火辣 第二關已經 很厲害 那至於說 為什麼我放火水的食人魔 就是那隻 那隻 掛了兩隻鬼火用的 因為他打很大力的 那 就 不用破防的啦 就是不用CD那隻 那隻 不用FF那隻破防的啦 不要再 不要玩這些 那 這裡也可以偷一兩 你可以偷一下 因為始終食人魔呢 就比較長啦 CD 就是15 如果你有4個Skill Boost 那就11 turn 那就容易很多 那至於說 你最近升水波威水 升滿技 那如果沒有升滿技 那怎麼辦呢 如果沒有升滿技 那其實就要這裡 這裡偷 turn 那裡偷 turn 或者你可以有4個Skill Boost 幫忙幫忙都可以 如果你沒有Skill Boost 我建議這裡留一隻 好巧妙地留一隻 但如果沒有 因為我已經操完碎波 那我直接打全體就可以了 就已經 就是這樣啦 待會都要追擊波利 待會都要 升一下MK 剛才剛剛吃五五星 吃招 還有我建議升技 你打完就不要馬上吃 重安一下 或者這樣 然後這裡就這樣 開食人魔的炮 一開就死定了 好像超級 一開就死定了 那之後 這裡 你一定要開火的Tracer 那個技 就三色 跟豬仔一樣的 但是你要小心點 開火 就是火的豬 夠不夠 如果不夠 就可以開第二次 都 補飛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 還有如果這裡 你打低過40%血 打入40%血 它會 發呆一下 那就 就多兩張打 這樣都變相 三張都 很穩固 這樣一秒的 好了 拜拜 我是力奇 拜拜